大马新秀贺首维能够在未来帮马来西亚赢得世界冠军 你相信吗 在本月一日正式度过19岁生日的贺首维 将在接下来展开更高级别的赛斯 他希望自己持续取得进步 以不断提升世界排名 贺首维在去年11月中旬正式升上国语成年队 他当时表示自己的目标要在今年提升世界前100 结果仅仅用了4个月 他的世界排名就升至了第59位 Justin Hoard的世界排名攀升得如此之快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升上了成年队后 就直接横哨了大马和乌干达的国际挑战赛冠军 此外还在伊朗国际挑战赛收获了亚军 也在中国羽球超级白赛闯入了半决赛 他在升上成年队的这几个月 一共参加了7项赛事 结果全部都至少成功晋级到8强 展现了稳定的表现 接下来贺首维将告别参加国际挑战赛的阶段 他将直接迈向更高的舞台 正是他上世界雨联世界玄尾赛级别的赛事 相信有看到达球的球迷都非常期待 他和雨潭的高手对决 他在媒体访问表示说 对于我自己在过去比赛的进程 我还是感到非常满意的 我接下来将会挑战超级300和500赛 我真的很期待跟世界排名更高的选手展开对决 我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和战术执行方面的能力 而随着参加更高级别的赛事 我也能更快地提升自己的世界排名 今年尝试冲击世界排名前32 远见自己的世界排名迅速攀升 Justin Ho如今又给了自己一个新挑战 那就是尝试争取在今年骑升世界前32 而Justin在所参加的最后一个国际挑战赛 也就是大阪国际挑战赛中止步八强 他表示在经历马拉松式的参赛后 确实感到非常疲惫了 打完比赛后他表示 我的对手是来自印尼的艾薇 他的表现也非常好 而我在经历背靠背连续参加三个赛事后 因为体能受到影响 因此我也能拿出更好的表现 另外 Justin在今年还有一项重任 那就是在柬埔寨东运会为大马真金 无论如何 虽然说Justin最近的战绩都非常稳定 但是对手们多数还是属于二线球员 很难预测他达到一线成绩会如何 不管怎样马来西亚的球迷还是希望他欲强折强 能够像师兄李子佳和黄志勇一样 不断突破巅峰 再逃屠龙 甚至拿下世界冠军的宝座 看到这里的朋友 你们认为Justin后能否在今年 达到世界前36的位置 有机会跟一线球员们切磋吗 你们又如何看待他在未来的表现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分享这节预测 如果您喜欢这影片 免费按赞订阅分享多多一期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做过最新的语团世界新闻 我是东龙 我们下次见